有了一千万要怎么花 这两个富婆居然一口气买了五辆蓝博基尼 还租了一个飞机仓库 当自己的私人停车场 可即便如此 也只是花了不到五百万 话说这种有钱花不出去的烦恼 我也好想体验体验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 这两个女人 凭借倒卖超市优惠券 实现了月入千万的致富梦想 可这赚钱门道并不光彩 很快就引起了超市调查员的注意 因为超市明明只发放了一千张优惠券 收回来的居然高达一万张 终于通过信件邮编 找到了翠花的地址 翠花刚从睡梦中醒来 就被一大批警察包围 因为涉及金额巨大 翠花可能要面临长达40年的监禁 她的丈夫知道后 更是提出了离婚 但翠花却丝毫不在意 还花了大价钱 给自己请来高级律师 辩护表示翠花并非诈骗 只是钻了消费体系的漏洞而已 毕竟她卖出去的优惠券 没有一张是假的 最终翠花被判出11个月的惩戒 而闺蜜则被当庭释放 这并不是法官宽宏大量 只是那些超市们不想事情闹大 否则他们就会成为 老百姓笑话的对象 不过这种事在我们国家 是百分百不会发生的 因为咱们这儿的优惠券 不仅不能叠加 还有各种限制条件 只能说我们永远都算不过 那些精明的商家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就给我点个关注吧